如果你是喜欢电吉他声音编曲比较酷的这种类型 那你就学习这一课吧 有没有玩过《拳皇九七格斗》里面的七家社 他出场的音乐是非常酷的 大家喜欢七家社这个人物吗 他本身私下他就是玩乐队 他喜欢玩音乐 这种弹琴的方式我想教给大家 好的 现在开始吧 好的 现在我们来讲课 这种歌式降异调 它是以这个六级和声为主 在这个三频这个位置 速度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用八分音符来表示的话 230的速度 如果你可以返回去理解 它是一个115 这样的一个16分音符 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用这个230的八分音符来理解 就是这样的 好 前面有一个重复 反复有三遍 对 我们看他的弹法 就是在这个四弦上 对 有个负点 1 2 2 3 对 他这个有个1拍 再多加一半 然后再加上下 对 把后一半弹完以后 然后下来 然后直接跑到上面 这个五弦这个地方 弹完以后 立马一个哑音 不是哑音 立马一个修指 对 两次修指 弹完修指 弹完再修指 对 然后下来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修指一定要控制好 就是在弹修指的时候 就是 你要把它的实质 要知道它到底是8分 还是4分修指 对 你看懂了 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会在它的一个 相同实质上 停顿的比较准确 好 对 这里有一个 哑音 虚按 然后倒按 对 弹完以后继续 对 这里一定要记住 对 到这里以后 然后继续一个哑音 刚才退回来 现在是前进 对 卡 卡 对 两个哑音 然后按响弹 然后再 哑音 回来的时候换 对 这样弹 继续 对 又是一样的 哑哑哑哑哑哑 然后继续回 对 弹 哑 回 弹 就这么简单 然后下来 好 到了最后一遍 继续 然后不弹和弦了 紧接着一个倒退 5 4 3 倒 我们把它叫移调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为了通过移调的一个方式 找到这个和弦 弹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这种感觉去弹 下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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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甩 甩出一个和弦来 对 所以说 右手很重要 刚好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种比较奇特节奏的 希望大家多去练习 这样对提升你的节奏感 和未来你做律动 或者是编曲 都很有帮助的 我们也有开一对一的这个课程 基础的系统课 还有一个编曲课程 也有混音制作的一些后期课程 都有 未来我们还会开一些小型的班 几个人一组的这种上课形式 好 今天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迷路 拜拜